在流传下来的画作和现代热门的影视剧里,你都能看到清朝的贵族女士们,她们的手指细细长长的,上面套着长长的指甲套,让人一眼就注意到,不过,让人不禁想,这种既不方便又没啥实际用处的东西,除了好看,还有啥用呢?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流行,就连慈禧太后都成了她的铁杆粉丝呢? 这里是单看世界,带你领略全球风云,探寻历史智慧,审美的多样性,主要是由于社会进步和私有财产制度的诞生,古时候的人们会尝试改变自己的外貌,来展现自己的独特之处,人类文明一路走来,都流传着这样的想法,看一世人,古罗马贵族爱穿紫袍,古埃及平民则脚踏草鞋,不同的文化不约而同的发展出了一种习俗, 那就是通过服饰来辨别一个人的身份地位,早在很久以前的先秦时代,那些不用干农活的贵族们,就穿上了宽大的衣服和长长的袖子,还戴着高高的帽子和宽大的腰带,以此显示他们和普通劳动人民的不同,贵族生活越来越奢侈,慢慢变得腐化,他们在穿着打败上,为了显得与众不同,就越来越追求新奇和奢华, 结果就慢慢变得古怪了,产生了很多不正常的审美观念,而这些指甲套,就是古代妃子们戴在手上的,他们的起源就是这个,指甲套其实就是个护手的工具,主要是为了保护那些贵族老爷们长长的指甲, 他们为了显摆自己不用干活,特意留那么长的指甲,所以就得靠指甲套来保护他们,在韩妃子那处说上七竹,这本古籍里说了,早到春秋战国那会儿,贵族们留长长的指甲,这事已经特别常见了,结果,韩王假装在找自己掉落的长指甲,而他身边最亲近的大臣,竟然狠心把自己的长指甲掰断,献给韩王,来表示自己的忠心, 可能受儒家思想身体一切来自父母的熏陶,或是贵族间病态美的传递,之后几千年,贵族们留长指甲,并带护纸的习惯就这样传承下来,还被后世不断发扬光大,指甲越长越要留,护纸也越来越精致,原本只是男性贵族用来显摆身份的装饰,后来变成了贵族女性必备的珠宝,轻功距离,齐头,护甲,花盆底鞋,简直就是标配三件套, 一眼到后宫戏,这几个小道具准得露个脸,这真不是电视剧里瞎编的,咱们看那些历史记载和老照片,很明显,后宫里的娘娘们真的都戴着指甲套,简直就像他们的随身小物一样, 这是因为这小巧的护纸,不仅代表了个人的审美喜好,还隐藏着后宫中女子们暗自的较量与比拼,经过这些年对宫斗剧的观看,相信很多人对后宫那些表面看似平静,实则暗藏汹涌的争斗,都有了一定的认识, 尽管艺术作品喜欢夸大其词,但人多的地方自然会有矛盾,皇帝的后宫也不例外,那里的争斗激烈程度,说不定和现在的职场不相上下,皇帝自己不管后宫的事,后宫的头是皇后, 但皇帝往往很难不插手,直接或间接的被后宫的争斗给卷进去,皇帝被国室压得喘不过气,勤快的皇帝还可能因操劳过度而睡不好觉,后宫里的嫔妃们为了争宠,皇帝多半会选择安抚他们,毕竟每位嫔妃背后都有复杂的家族势力在撑腰,皇帝为了哄好后宫的女人,常给他们升位分或赏宝贝, 但后宫规矩多,升位分不是皇帝随便说说就行的,得按规计来,于是皇帝常用且便捷的方式来维护后宫关系,就是送前送物,其中送珠宝首饰最方便,除了常见的戒指,项链,护纸也是皇帝常送的贵重物品之一,护纸常常出现在赏赐中,主要因为后宫里的妃子们大多喜欢留长指甲,护纸就成了他们的日常所需,皇帝送这样的东西, 更能显示出他对妃子们的关心和疼爱,再说护纸,他不是礼服的一部分,所以不受那些复杂的等级规矩管着,而且护纸在设计和材料上都有很多可以发挥的地方,皇上可以通过护纸来表达他对护纸主人的态度和看法, 在清朝皇宫里,一个老恋的人,光看人家手上戴的护甲套,就能猜出他在宫里的地位高低,皇帝喜不喜欢他,还有他进宫前家里是干啥的,这些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,清朝皇宫里女人很多,大多数人都不认识,除了皇后,皇贵妃这种高级别的, 更多的是贵人,打影,常在这些低级的妃子,他们手上戴的护纸款是多,正好可以告诉别人他们的身份,后宫里最高级的护纸,都是由皇家造办处精心制作的,就算用的材料和手艺都一样,但皇家工房和外面的小作坊比起来,那差别一眼就能看出来,在皇宫里头,那些由造办处精心制作的护纸,戴在手上的人,身份自然比那些自己从宫外随便买护纸的人, 要高贵的多,造办处制作的护纸,从材料加工和工艺精细程度来看,也分为不同的档次和级别,用金子银子打造的,自然显得比同其他金属做的高档多了,咱们就拿清朝皇宫里常看到的金银护纸来说吧,那制作手艺啊,从精细的雕刻到复杂的编织,再到点缀上翠绿的宝石,每一种手法都让成本翻了几倍,甚至几十倍,要是再往上头, 镶上珠宝,那价格就更是不得了了,贵得吓人,要说到护纸里头最值钱的,那还得是御石的,因为他们加工起来特别难,样子又独特,挑原料的时候眼睛的特别尖,清朝几百年来,这样的御石护纸少得可怜,别说一般的嫔妃了, 就连皇后都不一定能戴得上呢,慈禧那时候的老大,让人不计成本的给他做了一副匪罪手指套,差不多三寸长, 这事又让人看出来,在皇宫里头,手指套可是身份高低的一个标志,皇宫里头,就像是整个朝廷的小世界, 是那些掌权的人互相交换好处的地方,皇帝能靠一枚小小的护纸,在后宫里轻松操控人心,那他也能用同样的法子,在朝堂上戏耍群臣,后宫的妃子们,只要得点赏赐,就高兴得不得了,跟那些天天想着升官发财的大臣们,其实也没啥两样,这样的清朝政府,又怎么有能力去保护老百姓,拯救天下苍生呢,那些皇宫里的妃子们, 手上戴的精致小护纸,价值都能顶上一户老百姓一辈子的开销了,可你知道吗,那些老百姓,他们却是在田地里没日没夜的劳作,就为了能让家里吃饱穿暖,护纸吸引人的地方,在于工匠那精湛的手艺,而他的遗憾之处,则是那些贵族对平民百姓生死漠不关心的态度,他们利用压榨底层得来的钱财,随意使唤百姓,还花时间去修饰那些其实不太重要的指甲, 说到底,孙可望投降轻盈,根子就在他根拥立地,李定国长时间以来的权力争斗和私人恩怨,他这么干,就像给南明政权脑袋上来了一门棍,把原本统一的军心彻底搅乱了, 孙可望虽然没有像清朝希望的那样,大规模引诱南明将士投降,可他叛变这事在南明军队里造成的舆论影响坏透了, 刹那间,南明政权统治合法性遭到一片质疑,好多将士对永立朝廷的忠心开始动摇了,觉得南明已经没什么力量了,根本挡不住清军的进攻, 在这种气氛的影响下,那些本来就对南明政权心存疑虑的将士都趁机果断离开,投奔轻盈去了,就连一直对南明忠心不二的一些将领,也开始有了二心, 永立地面对军心间接丧失的危机,只能用一系列严厉的办法来镇压那些跟自己不是一条心的人,但这么做却事与愿违,让内部的矛盾对立变得更严重了。 没过多长时间,南明就陷入了内部争斗不停,兵力分散的危险境地,差不多都没心思去管清军带来的战事压力了, 不得不说,松可望的叛变这一件事,就成了南明从昌盛走向衰落的导火索,清军就愁准了这个机会, 顺势打起来,在西南这是屡战屡胜,他们速度特别快,就像迅雷不及掩耳一样,不停地攻占南明那些重要的城镇, 朝着防务乱的一塌糊涂的永立朝廷直逼过去,最后呢,靠着洋人的力量,挟洋自重, 清军把南明政权打得不断后退,南明政权没办法,在1662年彻底被灭掉了, 所以呢,顺治帝在册封仪式上就给了很隆重的礼遇,之后还三次宴请松可望, 亲自跟他谈论冰江的事,清朝就盼着靠着松可望的亲手指点, 把清军往西南进军时碰到的那些个难题给解决掉, 这样就能有针对性的一口气拿下南明这块最难对付的地方, 可是清朝对松可望的两个期望到最后都没有实现, 松可望归降之后,清廷本想着让他凭借在南明军中的人脉, 鼓动更多南明将士投降,可结果却不是这样, 松可望根本没好好给清朝卖命,一方面呢, 他心里有疙瘩,还一直对永历朝廷和李定国念念不忘, 另一方面呢,以前的那些人情关系他也割手不掉, 没法彻底的倒向清朝, 所以啊,松可望归降清朝以后, 虽然有几个以前的亲信也陆续离开南明了, 但南明大军并没有因为这个就溃败, 清军西征的时候, 指挥调度方面,一开始松可望给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, 可是随着战争发展,他的建议常常很保守, 过于小心谨慎,总是按老一套来, 没什么新想法,还老是跟其他将领起争执, 有段时间把军心士气都影响了, 而且松可望年纪大了, 并也多,体力越来越差, 到了后面根本没力气指挥战役了, 所以呢, 松可望对清军西征的整个局势并没有起到实质上的推动作用, 松可望在这两方面的表现让清廷很不满意, 清廷自然就特别失望, 不过, 想到他之前有重要贡献, 而且他投降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让南明内部的分裂矛盾更大了, 清朝也不想狠狠惩罚的, 所以呢, 清廷对松可望就用了这么个办法, 不再给他重要的任务, 但是还给他挺高的尊崇, 让他过上优渥的生活, 松可望投降这件事, 虽然对南明政权最终走向灭亡的进程, 没有起到实际的推动作用, 可是却极大的加重了南明内部人心离散的状况, 得清军西征清除了许多阻碍, 谢谢观看,